所以偶尔大师讲得很好啊 能不能往事 决定在信愿之游 如果你信量很小 只顾自己 没想到别人 这个阿弥陀佛的愿不相应 你发愿求生信徒 能不能去不能去 原因在哪里 你跟阿弥陀佛的愿的性质不一样 阿弥陀佛是为普度众生的 变法界虚空界一个众生都不舍得 你是专为自己 没有想到别人 你也发愿求生的时候 愿的性质不一样 那去不了 我们学净土 学净土就是学阿弥陀佛 学阿弥陀佛 必须有阿弥陀佛这个鸿链 以真正性 清净性 平等性 愿一切众生 习等平安 这个平安 是大半年半 就是 就近成佛 阿弥陀佛本运 我们没有这个本运的话 跟阿弥陀佛就不相应了 所以偶尤大师讲得很好 能不能往事 决定在性愿之有 如果你性量很小 只顾自己 没想到别人 这个阿弥陀佛的愿不相应 你发愿求生净土 能不能去 不能去 原因在哪里 你跟阿弥陀佛的愿性质不一样 阿弥陀佛是为普度众生的 变法界 虚空界 一个众生都不舍得 你是专为自己 没有想到别人 你也发愿求生的时候 愿的性质不一样 那去不了 这个道理不可以不知道 所以古圣先先 把这一部经跟华严经 看到是等量器官 说无量寿经 就是中本华严 大方广佛华严经 就是大本无量寿经 不就这个意思 这性量不大 怎么行的 那么在本经 你看看这个下连公分的 这四十八章 也叫四十八品 第二品 德尊普贤 太明显了 在经文上 行共尊修 普贤之德 普贤之德 就是十大愿望 每一愿的境界 都是变法界 修空界 就称大愿 不是对某一个人 某一个地区 也不是的 他的对象是变法界修空界 那我们没有这么大的运 跟阿弥陀佛就不相应 所以偶叶大师 跟我们说出往生的条件 能不能去 在信念只有 只有 平位高相 把念佛功夫的前身 那现在我们知道 往生是地壮大师 平位高相 不在乎 到那个地方 亲近阿弥陀佛了 向上提升 速度是非常快的 如果自己能勇猛精进的话 那速度太快了 所以摄放菩萨了 没有一个不向往极乐世界的 什么原因 就是把修行境界提升的速度 加快 那么至于上根 我们不会怀疑 下根 下下根 很愚痴的人 不能轻视 为什么 有缘分 听到这个话 看到 尽重今天 见到 尽重今天 见到 佛菩萨形象 肯定 度身 度戒 受佛菩萨形象 受佛人了 那为什么 这一身 这样 情之 烦恼 太重 迷了 迷的太深了 情之 太重了 所以这一身 当中都没有遇到 佛云 灵命宗室才遇到 虽然是灵命宗室遇到了 不止 把他阿赖也时的 过去那些种子 都引出来了 这个速度太快 这刹那之间 阿赖也的种子 也就出来了 他最后 那个很短的时间 他就接受了 他就相信 就发愿 他真的 佛来接应他往上 这一天 徐世的善根 佛的人 不可思议 阿 妮 托 托 阿 妮 托 托 阿 妮 托 托 阿 妮 托 伍方 阿 Att 阿 阿 感谢观看